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ChatGPT最近爆红 但是也让外界开始担心了 会不会有高中生利用ChatGPT来撰写入学用的学协历程档案 借此来得到比较高的分数 进而影响到大学入学的公平性呢 对此大学赵连辉表示 将会发文提醒各大学更审慎的审查被审资料 电脑荧幕上一字一句慢慢生成 这是最近讨论度很高的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ChatGPT 只要给出指令就可以在短时间产出一篇文章 但现在就有人担心如果学生又来撰写 有关升学的高中学习历程档案 会不会有代比的疑虑 我们希望同学是经过思考 能够自己建构那个过程 然后再透过这样的工具来检验 或者是说给你一个样本 我觉得它的东西都是比较虚的 就是没有什么实质建设型的内容 居然是心路历程嘛 就是还是要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最后还是会再重写 我们实际测试给出三个指令 包含担任风济鼓掌 参加小论文研习社 以及获得演讲比赛第二名 请ChatGPT写一篇申请大学的学习历程档案 结果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聊天机器人写出一篇文章 还分段从自我介绍开始 说参加过演讲比赛第二名 更可以自信地面对公开演说的场合 学业成绩的部分自传更描写 会主动发问是优秀学生的荣誉 学科兴趣和课外活动的部分显得更深入 说因为担任风济鼓掌履行职责 得到同学的信任和尊重 也有磨练表达能力和竞争的意识 像这样的学习历程档案 评审老师能分辨出是AI写的 或是学生自己写出来的吗 它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在 会有老师来把关 我们一样会透过面谈 透过这个深入的问题 老师也是有一些反制的方法 对此大学招联会表示 会提醒各大学谨慎审查 高中考生的备审资料 以及加强第二阶段 校系自办的真实项目 透过增加笔试口试以及实作 防范学生使用Track GPT来诈欺升学 确保大学招生公平性与公正性 这里留住叶玲凡台北报道